你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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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为什么在妇女节的前面要加一个三八呢 好像每个女孩子都很三八一样 明明就不是每个女孩子啊 为什么她叫我凑三八 好啦 其实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三八是一个日期 在1909年的3月8号 美国的劳动妇女们走上街头罢工示威 她们要求增加薪水 实行8个小时的工作制 以及争取投票权 在那一次第一次点燃火苗之后 各地就陆续有了女性运动的崛起 一直到1921年以后 才正式把3月8号定下庆祝妇女节 为什么三八会是用来骂人的话呢 为什么不是六一啊 三四啊 八九 为什么我们一听到三八就觉得她在骂人呢 其实真正的来源已经没有办法去追根究底了 不过其实方先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外国士兵啊 每逢三啊 八啊 这些日子就会出来捣乱 无恶不作 所以当时候中国人只要看到外国士兵 就会说 三八鬼子来了 三八鬼子来了 后来就缩短叫三八 指那些没有礼貌的人 第二种说法呢 是来自台湾 据说当地人形容 那些举止不庄重的女生 叫她们三八 后来就流传开来了 除了三八以外 很多时候女性真的是莫名其妙 就成为粗口互相问候的主体哦 比如说你妈的 到底关妈妈什么事呢 为什么你妈的是一句脏话 是一句粗口呢 你妈贵心啊 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世界大同哦 因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原因其实都很接近 都是因为古代 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缘故 要让对方觉得 你在骂他 要让他觉得很难堪很难受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侮辱他的血统 现代文学家鲁迅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 论他妈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 在战国策造册里 魏王怒骂别人 他说 儿母必也 儿母必也这句话翻成现代的话的意思就是 你妈妈是婢女 或者你妈妈是下等人的意思 在封建社会里面 你骂一个王室成员的母亲是下等人 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是一句骂人的话 慢慢传到民间 就把后面的名词给省略了 直接叫你妈的 或者是他妈的 就是乞母必也 而西方的语言学家则是认为 因为男性一般跟妈妈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骂人的时候 往往最脏的脏话就是把性行为扯上妈妈 就被视为是最高的冒犯了 只要有语言 有人类的存在 就一定会有粗口和脏话 不管是哪一国都一样 而因为南登代亚之堂 他们都是被禁止的 你不可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粗口和脏话的 不过有趣的一点是 千百年来你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地方或者国家真的可以消灭脏话 为什么呢 除了因为它是宣泄情绪的管道之外 不少的专家也认同 其实脏话是能够反映社会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比如说你听到香港人一句话里面夹杂几个脏字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粗俗你反而可能觉得亲戚或者是有趣搞笑 是不是很奇怪呢 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患者 虽然他们连家人是谁都不记得 所能够使用的词汇量也大量减少 可是他们骂起人来 尤其是骂脏话的时候还是可以骂得很起劲 这是因为从医学的角度看 脏话和语言是在大脑里住在不同的地方的 语言位于大脑皮层 主要负责高级功能 比如说思考推理等等 而脏话呢属于边缘系统 主要是负责情感神经反馈等等的低级功能 所以就算失语症的患者 左脑的脑白质和脑皮质缺失 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可是右脑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依然可以继续爆粗 因此美国的心理学家就认为 爆粗骂脏话其实是人类的本能 可是小朋友还是不可以学哦 关主播什么事 没想到这集我们竟然从三八妇女节 聊到了粗口文化耶 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在这集里面了解到原由之后 抛开男尊女辈的观念 以后多一点尊重女性 不要有事没事问候别人的妈妈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